朝鲜半岛最后一战 金城战役 南朝鲜拒绝和谈 我军将其打服 随着抗美援朝发展 美军已经衍生摇摆旗的想法 但南朝鲜不肯投降 甚至一意孤行 破坏遣调战俘协议 让美国都下不来台 气得美国都让我国给其一个教训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军又是如何只靠12人小队 全歼南朝鲜王牌团的呢 这场收官之战又是怎样落幕的呢 1953年6月17日 联合国军终于明白 不管是飞机大炮 还是坦克装甲车 都无法战胜我军的小米加步枪 他们终于放下了骄横自大的态度 开始对我军摇摆旗 联合国军决定与我方签订停战协议 我国和朝鲜方面同意签订这一协议 但是双方要将所有战俘互相归还 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 也完全同意这一要求 但是就在签订协议之际 李承晚竟公开破坏此协议 并拒绝签字和谈 难道是南朝鲜疯掉了 1953年6月17日晚上 我军将扣留南朝鲜方面战俘如数放出 他们不但不领情 还在李承晚的带领下 猖獗地对我军叫嚣道 就算联合国军全部摇摆旗 南朝鲜军队也会同我志愿军决战到底 并强行扣留中朝背负人员 谁知李承晚的这一行为 不但引起我们不满 竟还引发到美国方面 甚至国际方面 全世界纷纷对其表示不满 联合抗议 李承晚的这一做法 无不是在挑衅我国 我国又是怎样处理的 1953年6月20日 彭老总知道李承晚是这般态度之后 立即向国内的毛主席发出电报 毛主席看到后笑着说道 这并不难解决 签订停战协议先推迟几天 先将南朝鲜打服再说 彭老总得到指示后 决定用枪杆子 逼着南朝鲜交出战服 打到李承晚求和为止 以确保停战协议顺利实施 7月13日 我军便发起金城战役 夏季反击第三阶段进攻 彭老总下令 除了李承晚部队之外 不能对联合国军队 发起主动攻击 但联合国部队不做悔改 对我军打出一枪的话 那么 我军一定不能手下留情 直到将其打服为止 我相信 联合国军队 一定不敢插手此战 可能还会对我志愿军 拍手较好 此时的朝鲜半岛战斗线定刻在三八线附近的金城地区 该地区以南 是南朝鲜最为重要的军事防务区域 南朝鲜作战阵型 很明显是突入我军防线的弧形作战战型 如果我军将战斗区域规划于此 就可以分别从三个方向 对南朝鲜同时展开攻击 并且此战线一旦形成 南朝鲜将无可逃窜 此战略也将万无一失 随即彭老总便指示二十兵团的杨勇来完成这最后一战 给李承晚最后一击 只能胜不能败 杨勇首先对金城附近区域进行勘测 金城地区夹于牙神里与北汉江中间 这里山体环绕 一手难攻 山上还建有敌军修建两年的钢筋水泥坚固堡垒防御攻势 形成了一个环形作战体系 南朝鲜王牌部队守卫师 和南朝鲜第三第六第八师也驻扎于此 并且配有大量的美系先进武器 而我军也从未与南朝鲜首都师交过手 可能李承晚想利用此来击垮我军 但在我军英勇无畏的志愿军战士眼里 只不过是亡羊补牢罢了 我军立即对此做出计划 甚至针对南朝鲜的王牌军队部署了五个军的兵力 并将1500门迫击炮 70余万发炮弹 20辆坦克 1.5吨军用物资拉置于此 敌我兵力优势达到1比3的存在 迫击炮更是多达南朝鲜一千门之多 我军拉来了高射炮团和火箭炮团 三个连的反坦克炮兵 这是我军19世纪最豪华的一次作战 这些装备大多也是我军将联合国击败后 所攒下的所有家产 可见彭老总有多生气 面对小小的南朝鲜如此阔绰 面对装备优良的联合国部队 我军都能用枪杆子将其打服 更何况 现在面对南朝鲜做出了这样的大规模阵仗 这些炮台架在南朝鲜脚底下 简直气得南朝鲜王牌军直跺脚 山上的南朝鲜军面对这些 一定对李承晚怀恨在心吧 7月13日夜幕悄悄来临 也代表着战斗一触即发 我军20兵团在杨勇的指挥下 一千五百门火炮突然对准南朝鲜阵地 一声令下万炮齐发 夜空瞬间被打亮 炮弹如同冰雹般砸向南朝鲜阵地 不到半个小时 我军炮兵就向敌方阵地 投掷了将近两千吨炮弹 吓得山上的敌军无不抱头鼠窜 但是杨司令会让敌军成功逃窜吗 炮击结束后 杨司令立即下达命令 吹响冲锋号角 命令五个军立即向敌军发起进攻 二十兵团只用了一个小时不到 就将南朝鲜军打得溃散 敌军的防御攻势更是惨不忍睹 七零八岁 志愿军战士们 个个都成破竹之势 死死咬住敌军 没过一会儿 敌军战线就被我军全面击溃 其中就包括所谓的南朝鲜首都市 这支部队可是南朝鲜开国以来 历史最悠久的部队 并配有外号白虎团 由两百人组成 竟被我军十二人小分队 将其打成了白鼠团 南朝鲜的这支部队实力可不容小觑 二百多号人 全部配备着美系先进枪械 是南朝鲜设置在首都的第一团 相当于我国古代的大内侍卫 更是被李承晚当作是首心肉 是南朝鲜王牌中的王牌部队 当年还被李承晚亲自授予最高荣誉 虎头骑 可见这支部队在南朝鲜有多强 这样一支部队 到底是怎样被我军十二人的小分队 全部歼灭了呢 当一千五百座大炮拉火之前 二十军团二零三师长 对杨司令提出 射人先射马 擒贼先擒王 想要派一支小分队 装扮成南朝鲜军 进入他们内部 在冲锋号吹响之前 快速纵身穿插进入敌军腹部 与外面的战士理应外合 消灭藏于二青洞的南朝鲜军 白虎团团中央 战斗当天 二零三师长问道 谁愿意接此重任 所有人报名举手 想要跟号称白虎团的王牌军一笔高低 但是二零三师长 还是将此危险任务 交于外号小诸葛的杨玉才 杨玉才收到此重任后 拍着胸脯向师长保证 就算是上刀山下火海 也要全歼白虎团内部 随即便挑选了12名侦察兵伙伴 杨玉才自己换上了美军服装 其他战士换上南朝鲜士兵的军服 背上电台 并带着一名朝鲜向导 趁着天黑前往二青洞 加入白虎团 为何杨玉才要换上美军服装呢 这支小分队穿着南朝鲜军服 行走在月色之下 杨玉才穿着美军服装 行走在队伍的前段 碰上南朝鲜巡逻队时 杨玉才主动上前 对南朝鲜巡逻队 讲着自己都听不懂的英语 更不信南朝鲜能有人听懂 原来杨玉才这身装扮 是将自己化装为美军军事顾问了 怪不得被称为是小诸葛 机里呱啦地对着南朝鲜巡逻队想着 以防被动询问 不能蒙混过关 到了凌晨时分 我军的这支小分队 在敌方二青洞阵地 发现了一个 类似于敌军指挥所的地方 十多辆坦克 二十余辆装甲车 将此阵地团团围住 这时 身为小诸葛的杨玉才 立即就想到 这很有可能 就是敌军白虎团的指挥所 但是该如何加入白虎团呢 该巧不巧的事出现了 一名南朝鲜军官正在熟睡中 上厕所途中 偶遇到了我军小分队 随后我军小分队 便威胁着将此人俘虏了 这名俘虏可真够傻的 竟带着我军小分队 大摇大摆地 走进白虎团大本营 加入白虎团后 杨玉才将这支小分队 分为三个小组 分头行动 他带领四人 指导白虎团指挥室 此时的敌军指挥室内 是白虎团内部人员 对山下的情况商量对策 我军见此 立即从腰上 拔出两枚手榴弹 朝着指挥室扔去 爆炸后 杨玉才立即带人冲了进去 将指挥室内的所有敌人 全部解灭 但最终 还是不见敌军 白虎团团团长的身影 估计是为了保命 早已爆头数窜了吧 杨玉才完成这一行动后 余味无穷 他带着12名志愿军战士 炸毁了附近所有的 储油库和弹药库 一时间 二轻洞的爆炸声 此起彼伏 火焰瞬间将夜空点亮 如此英勇的小分队 让敌军的白虎团团长 一时间摸不住头脑 心里以为 是我军 来了一个师的兵力呢 随即 山下的我军见此状 立即展开炮火攻击 里应外合 一举消灭 这消争跋扈的 南朝鲜军队 南朝鲜也始终想不到 会被12人在后面包围 据事后统计 我军这支小分队 在一个小时内 共击毙 223名南朝鲜人员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还将南朝鲜的 首都市副师长 林以纯俘虏了过来 却这支小分队 在小诸葛的带领下 并无一人伤亡 打破了我军 在朝鲜半岛上 一人俘虏英国士兵 60余人的记录 杨玉才 也因为这次小规模作战 被彭老总表扬 并因为赫赫战功 被授予特等功 和一级英雄的荣誉称号 这支小分队集体 也荣获集体特等功 就在刚表彰完 这支小分队后 天空突然遍布乌云 下起了倾盆大雨 这让杨司令内心 十分极其兴奋 因为一旦下起了大雨 美军的飞机 就不能在天上飞了 随即 杨做出一个极为大胆的决策 白天进攻 7月14日上午 二十兵团 正式对金城区域的南朝鲜军 发起总攻 我国炮兵 首先从金城区域中部 东部 西部三个方向 对敌人发起炮击 这让南朝鲜处心积虑设置的 钢筋混凝土防线 瞬间倒塌 随即 我军吹起了冲锋号 我军一鼓作气 冲入敌军防线 到了下午时刻 南朝鲜四个师的守军 被我军一举击败 我军 将南朝鲜构筑了两年之久的 现代化阵地 移为平地 这时 得到消息的李承晚 瘫倒在沙发 满是后悔 他对下属说道 立即发电报 向美军第八军司令 泰勒上将 请求援助 接到球员电报的美国上将 随后便向联合国部队总指挥 克拉克 发出电报 询问意见 但克拉克选择 不予理会 当时 克拉克劝导李承晚时 可没见南朝鲜这么怂 7月15日 至7月16日两天时间内 我国志愿军二十兵团 从金城东侧 西侧 中侧 向敌营内部纵身进攻 打到南朝鲜军 溃不成军 没多久 我军只倒南朝鲜汉城 当时的战局 对我军十分有利 但是 最后时刻 美军还是将命悬一线的李承晚 救了出来 直到7月18日 联合国军 为救援李承晚 出动七个师的兵力 前来反抗 我军与联合国军 整整交战了十天之久 毫无疑问 这次 不但是联合国军摇白旗 南朝鲜方面 更是大力挥舞着白旗 直到7月27日 联合国 再次派出谈判代表 前来求和 并代表南朝鲜 做出保证 南朝鲜致辞以后 不再以任何方式 干扰停战协议的实施 并且同意交出中朝战俘 如果南朝鲜军队 再次破坏停战协议 联合国军 不会再给予南朝鲜任何帮助 虽然 这时金城上 我军形势大好 继续作战 会将南朝鲜军队 全部击溃 但是 美国和南朝鲜方面 也已做出低头姿态 我军自然而然 不能不管不顾 为了世界和平 最终还是选择 同意美方 尽快签订和平协议的要求 也最终 是把南朝鲜 打得服服帖帖 朝鲜战役最后一战 历经15天 我军20兵团 不仅创伤了 南朝鲜四个师的防守兵力 并且 还向朝鲜半岛以南 扩展了140多平方公里阵地 南朝鲜 牺牲受张被俘士兵 多达52000余人 为朝鲜停战 做出了巨大牺牲 我国志愿军 用金城战役 终于将李承晚打服 受到打击的李承晚 不得不回到谈判桌上 接受自己的失败 至此 随着美方与李承晚的投降 签署抗美援朝停战协议 金城战役结束 这也意味着 终将是我国拿到了抗美援朝的胜利 我国在抗美援朝战争中 总共派出270余万志愿军战士 毕伤战俘联合国军 共计71万余人 我国也有36.6万余名志愿军战士 永远长眠于朝鲜半岛 对此战役 我军在装备 后勤 远落后于联合国军队的情况下 我们没有畏惧 反而是将其一次次打服 主动找我军求和 面对死不悔改 嚣张至极的李承晚 我军也绝不心思手软 更是直接拿出最高作战姿态 前来宣告这场战争的胜利 当年 是我国英勇无畏的解放军战士 用枪杆子 拿下的抗美援朝胜利 今天 我国用自己的实力 站到了世界的顶峰 我国面对敌国的挑衅 不管是强是弱 从不会心思手软 面对敌人的步步紧逼 我们也不会做出让步 以前的中国是如此 现在的中国 更是如此